中美援手会晤之后,究竟说了什么,气氛是怎样 会不会有新冷战,或者会不会从此中美双方有一个和平的进程 大家互相尊重,所以一直都说了拜登是想见我们的习主席 终于昨晚被他见到了,习主席也是几年以来第一次 两个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谈话 最初是握手,有个气氛当然好,后来很快就开场拍完 记者已经大部分要离开了,但是我们也看看 这个会面大概是说了什么 在之前,其实早一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已经主持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其实在会上他也说了个重点 他说中方对美国的政策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三样东西而已,我们要实验什么呢?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其实说了这三个原则已经说完了 好,但是我们看看究竟真真正正过去那这么多年 美国做了什么呢?针对中国做了什么呢? 我们很简单,我们要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美国有没有尊重我们中国呢? 很多例子,很快就讲一讲 2021年初,阿拉斯加这个会面 杨洋洁篪,如何骂布林肯,大家都记得吧? 记得吧?记得吧?记得吧? 那次其实真的很精彩 那次都可以说是第一次 中国以一个相当强硬的姿态回应美国 向来以居高临下和中国说话的态度 你看那次的阿拉斯加会面,你也看到了 其实当时的布林肯,那个气焰都相当强 直接是当我们的杨洁篪和王毅没有到的 所以当时我们反击,我们的反应就是 你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和中国说话 中国人就不吃这一套 我们把你们美国想得太好了 以为你也会遵守一下这个国际规则 事实上不是,那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当日我记得阿拉斯加会面 美国是说了开场霸,那天开场霸 然后就说了,记者你可以走了 不让中国说 这个真的非常没礼貌 而且完全不尊重中国 所以当时杨洁篪就说 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以为你们会尊重一下国际的秩序 国际的规则,谁知道你们不会 于是乎杨洁篪就叫记者 你不要走,全部都留在这里 中国有话说 这个真是相当记忆犹新 相当深刻 这个画面 证明了 根本 长久以来 美国是没有尊重中国 所以杨洁篪当时就说 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和中国谈话 难道我们吃洋人的斧头还小吗? 好了 这个就是当时我记得阿拉斯加的情况 我想说这件事 就是说明 就是说 美国 有 什么时候曾经尊重过中国 贸易战 第二个想说 贸易战 谁发起的? 特朗普发起 是吧? 明明好地地 我们全球化 国与国之间贸易 我买最好的产品给你 你买最好的产品给我 这才是互为互利的 这个才是我们读经济 都读过很久 Economies of scale 每个地方生产最擅长的东西 然后买给其他国家 这个才是最高效率 但是你发动贸易战 要加收惩罚性关税 到头来 你便害了自己美国 令自己美国的入口贵 好 科技战 看见我们5G的技术 已经超越了 你们还是4G 那接着又如何? 那你就精心部署去拉 曼曼洲 和加拿大狼狈为奸 是吧? 我想加一句补充 是,请说 美国什么时候尊重中国 最大的问题就是 当初特朗普 在12月1日 18年12月1日 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中 G20峰会 结束后的一个晚宴 曼曼洲 在同一日 被人拘捕了 如果你是尊重中国 你就不会和 主席习近平 会面期间 拘捕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 我补充这一点 没错 接着我再说非洲 非洲也是 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项目 建设了很多基建设施 路、桥、港口 或者帮非洲开矿 美国佬去做什么呢? 就是说 我可以帮你 我答应你 我给多少千亿 多少亿 多少百亿 千亿 我会去帮你建设的 不过 你首先 和中国断绝关系 断绝了 和中国所有的合作 我就会帮你建设的了 好了 所罗门 所罗门 群岛发生过一些动乱 当时中国很多商店 被当地的示威者过怀 而是没有受到保护 所以中国就和所罗门谈了 在保安方面 我们做一些合作 可以改善 可以保障到中国的人民 在所罗门的机构 就是商业机构 或者做生意 可以得到保障 然后 美国就立刻发起 叫澳洲 发烂 然后就说 这样 我要立刻整个领事馆 又想再针对中国 又想抹黑中国 说中国要在南太平洋 建立军事基地 好 GPS GPS是怎么样 1993年 美国就认识了 GPS 当时中国的银河号 被污蔑 向伊朗运输 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 所以美国就把 中国银河号的GPS 认识了 令到中国银河号 在海上漂泊33天 非常危险 好了 那接着呢 中国就自己发展这个北斗 我们现在有北斗 不怕你认识我们的GPS 不怕你认识了GPS 我们已经有我们更加好的北斗 好 卫星 在说太空战争 纵容 马斯克 星链工程 到今年1月 已经发射了2042火 卫星上太空 当我们国际空间站 不是国际空间站 应该是中国空间站 当我们中国空间站 开始运行的时候 你竟然 这个马斯克的卫星 改变轨道 试图 撞击我们的中国空间站 测试一下我们中国空间站的反应 究竟会不会移开 这就是你的挑衅 就是不尊重 另一件事 更加早的不尊重 就是你 美国发展的国际太空站 拒绝中国参与任何太空计划 这个叫做 沃尔夫条款 十年前提出的 说明 这个是 美国的国际空间站 是不会侵中国玩 不要紧 你不尊重中国 你不想把你的科技分享 好 那我中国自己 就已经是 现在是 建立了一个 中国空间站 而且越起越漂亮 就是越来越多组件 我们频密地用长征火箭 发射一些组件上去 已经发射了九个组件 现在有天王核心仓 雲天实验仓 还有梦天实验仓 还有梦天实验仓 还有这个是 运货 刚刚运了货 运货 运货运的飞船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 一直就 台湾问题 讲了很多次 是中国的来政 但美国就一直 执着台海局势问题 认为要台海局势 不可以改变现状 你凭什么说 不可以改变现状 我们中国实行 统一大计 统一台湾是一个历史的使命 你凭什么 美国说不让中国去统一台湾 要保持现状 为什么要保持现状 当然了 你要卖武器 卖不要的武器 落后的武器 高价卖给台湾 在那里拿利益 不断制造紧张气氛 好了 讲了这么多件事 还有太多了 美国的科学家 越来越不敢 在华裔的科学家 越来越不敢 在美国做科学研究 动一些 你就说 你有中国资金 我怀疑你 拉了你去審问 现在我们中国 留学生都少去美国 我们科学家都回流了中国 好 阿富汗 美国在阿富汗搞了20年 临走就抢走别人 上手为阿富汗各付70亿美金 相反中国又如何呢 当美军撤走后 中国第一架货机 去运物资 去阿富汗 另外我们外长王毅 今年3月也去访问 塔利班 在这儿想一想 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阿富汗 帮他开一些抗 和倡议一带一路 这是我们还在进行中 当然了 中国首先要求 塔利班 针对东伊云 这个组织 不要让他在新疆搞事 只要塔利班肯做到这个 中国有机会可以继续帮助阿富汗 贸易组织 TPP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放弃了 他决定退出了TPP 现在拜登也没有加入 没有说加入TPP 这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反而自己整个印太经济框架 这个说了 但印太经济框架又不伦不类 很多国家根本都不想参加 全部东西都针对中国 就是过去那十几十年 美国就是做了这么多东西 你有没有尊重过中国 你有没有用一个和平 或者是共赢的 一个这样的策略去和中国交往 没有 所以习近平主席昨天在会面上 之后透露了一些内容出来的 我相信一会儿你都会说 那我就不要说 我不说这么多了 我会说一点 就是说 其实中国坚定就是奉行独立自主 和平外交政策 始终根据事实本身是非曲直 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枪道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事端 震端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 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 开放发展 共赢发展 做全球发展的参与者 推动者和各国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另外就是强调了 你是资本主义 我是社会主义 你不可以强加于我接受你的主义 还有台湾问题是第一条红线 不可如月 解决台湾问题 中国人自己的事 绝对是中国的内政 维会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共同 和中国人民共同的心愿 中国人民绝对不会让台湾由中国分裂出去 这是违背中国的民族大义 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 大致上是这样 我相信一会儿李同也会补充 我今天讲上半部第一个话题就讲到这里 我想立刻很快讲第二个话题 好了 又是跟美国有关的 今次就讲特斯拉 这是在广州发生的事件 11月5日即是十日前 广州有一架Tesla Model Y 车主呢 你看到有一个影片 在潮州发生的 车主就准备把一架车泊到路边 其实他就由一个影片拍到 他就把一架车泊到路边 他想停 停不了 停不了 意思是他抽回一架车出来 去路中心 接着那架车就自动加速 车主 占先生就说他没有踩油门 而且他一直是踩油门 是煞车的煞车 一路煞不了 好了 当他车路前行的时候 他几乎撞到电单车 他就立刻急急扭载 避开电单车 就是证明他是在做一些事情 他是想避免去撞别人的 否则如果他是意图去 新市的话 或者是聚走驾驶 他就不会突然间去到这里 扭泰避开电单车 扭泰避开电单车之后 影片还看到他这架车不断加速 加速就曾经的速度 去到事后 去到曾经去到198公里 时速 198公里 非常非常快 直接是跑车的速度 最后就撞了 撞了货车就停下来 幸好 驾驶员占先生 他就伤了肋骨 就没有生命危险 事后就有那些数据 因为每架车都有数据 特斯拉的车 数据就说 不是啊 特斯拉就说 你长期是驾驶着 车辆的电门 被长期深度踩下 并一度保持100% 他电门的意思 是不是真的有门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全程没有踩下 刹车动作 但是看影片 很多影片都拍到 他有刹车灯曾经是 穿过的 如果跟影片看过刹车灯 尖先生是有尝试刹车的 但是特斯拉的数据说没有 数据还说 行驶期间 曾经司机想按下P制 P制就是拍车 拍车就是想刹停车 但是又很快就转开 那他转开 可能不是他自己想转开 我弄了个P制想拍车 想停车 那根本是车不受控 那就转开P制 有什么奇怪呢 那这个就是大事上的情况 现在就是口同被拗了 现在就有人怀疑会不会特斯拉的数据 都有些问题 未必是那么准 而尖先生事后 也是交通警察 就证明了尖先生没有喝酒的 尖先生就说 我30年驾驶经验 曾经是一个职业货车司机 我驾车是很小心 你看到一条片子 他一路是踩着刹车板 但是他的车没有撒停 反而效果就等于一路是踩着油门 一路这样加速 而尖先生是尝试在沿途 左闪右避 是一路想闪避行人 那结果都是造成两死三伤 包括他自己 那有两个死亡事件 撞到路边的 踩单车的人 根本不能避免 是太快了 你想想最高到198kilo per hour 好了 整件事我们就是 看到特斯拉 自己一套说话 驾驶者有一套说话 但是驾驶者事后 已经被证明是没有醉嫁 没有喝酒的 这件事真的要彻底去调查 因为电动车越来越普及 如果特斯拉是有这些毛病 其实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方面 出了毛病 出了意外 有很多单 不过就 就是 很多是藉口 很多人就说 是 不关于特斯拉的基建事 是驾驶人的事 但是这件事 如果从影片来分析 真的车有问题 是杀不了车的 司机不是想撞人 他是想减速的 但是 你见他左闪右臂 最后撞到 撞死了两个人 撞伤了两个人 他自己也受伤 事后他也说 他丰富的驾驶经验 根本一直都是想避免 车禍 以及一直都是想杀铁 但是 这件事一定是要彻底 因为 遲些 如果是全面 电动车是全面不用人手控制的 就是有几个level L1-L5 不同层次 如果是说我们发展 将来发展到 是完全不用人手 这个其实 在这样的系统 自动驾驶系统方面 我们更加要 找出究竟 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好 巴士迪布除了在YouTube有点看之外 在另外一个平台 石楼台 也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新节目 10分钟看中国 每天用10分钟 告诉大家 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对看 现在很多媒体 比较少说中国的新闻和细分析 而且多数都是说负面的 少有说正面消息 叫年轻人每天抽10分钟 看石楼台新节目 10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迪布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迪布 去巴士迪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